那你太在意你自己了 比如说在意我自己在领导心中的感受啊 在意我这件事情上表达的好不好啊 在意我拒绝了以后别人会怎么看我 对是这样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去除掉就好了 就是我每一次就是哪怕接个电话之前 我都会很紧张 这样你在意自己表现的好不好 我怕我说的不好 能不能说清楚啊 是否可以表达明白呀 这些东西你要学会把它去除掉 就是你要一次一次的去践行 一次一次的从你的思维当中 把这些东西抹除掉 不用去在意我在别人眼中 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你把这些东西去除掉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变得非常的优秀和自信 就是你这个人一丁点的不缺乏力量 但是当你在乎别人的感受的时候 你的力量就打折了 就是做这些事情 我都想把这个好钱放在前面 事情在后边 以后把这种思维改一下 我做这件事情 我就努力的去做 至于好与不好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有人觉得好 就会有人觉得不好 但是我自己努力而为之 问心无愧就好了 至于结果好与不好 不是我想出来的 也不是我求出来的 拿出来大家自己看 你看这时候你就坦然了 你不要去想那个结果怎么样 比如说 今天拿起麦克 我讲得好不好啊 万一有逻辑不清晰怎么办 万一有认识我人怎么办 通通不重要 我拿起麦克这一刻 我今天讲成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我想到了什么 就讲什么 至于你说我讲得好也好 你说我讲得不好也好 不重要 那是你的事情 与我无关 跟我有关的事情 就是我当下 有没有问心无愧 就好了 就像我现在 对你讲这番话 我只问心无愧 我有没有诚实的 并且很诚恳地 去跟你讲这个道理 我讲完了就可以了 至于你觉得 我讲得好与不好 你有没有听进去 那个事情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 假设你现在是个老师 你教了十个小朋友 说我尽力的 按照每个孩子的不同 我已经很问心无愧地 跟他传说我的知识了 至于你说将来 你能工作成什么样子 你能考上什么大学 与我无关 你有体会吗 所以你只需要做到 你自己问心无愧 你是有这个能力 做好每一件事情的 但是你一旦去关注 那个结果 在意他人对你的评价 你的力量 就打了折扣了 而且当你不在意的时候 你会做得很好 越在意就越做不好 是老师 然后还有就是 跟个生人说话 我都觉得自己不如人家 就是总是各种的比较 人家就觉得把我比一些为值 这是我最终的目的 然后两年前一直都是这种状态 就看见一个乞丐 我都会说 他可能比我就是勇敢 我就会这么比 见到任何人都会比 不要看清自己 是 然后我就是慢慢听老师的直播 思维上面有了很大很大的转变 就是起码我这幸福指数 比之前感觉生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就是你看人一定要懂得平衡自己 永远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 但是永远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轻 永远不要把自己当回事 永远不要把自己不当回事 你去把它找到一个中间的平衡点就可以了 所以又可以自信同时又不傲慢